川金会历史定格新加坡推纪念币 川金会12日在新加坡举行 新加坡造弊厂今天顺势推出印有向值美国总统川普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握手图案纪念币 即将在12日举行的川金会全球瞩目 新加坡将办东道主角色 这项会谈一波三折 现在起死回生确定举行 也让外界期待川金会的会谈结果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指出 美国与北韩选择在新加坡现面 说明两国都把新加坡当成朋友 新加坡也是两国政治上能接受的场地 身为东道主的新加坡除全力办妥川金会后勤事以外 更推出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川普与金正恩握手图案的纪念币 这个纪念币一面印有美国和北韩国旗握手滋事图案 以及新加坡峰会与2018年6月12日的举办日期 另一面印有世界和平字眼 即向指和平的鸽子等图案 这次推出的纪念币共有金 银及铜等三种颜色 金色纪念币以999.9纯金打造 售价新币1380元 约新台币3722元 银色纪念币以银铸造 售价新币118元 铜色纪念币以涅铸造 售价新币36元 其中金质纪念币全球发行1000枚 新加坡配额是200枚 新加坡造币厂指出 新加坡举行川金会 受到全球目光关注 这次峰会不仅为新加坡留下了重要历史印记 也同时肯定新加坡 作为迈向世界和平的重要平台 赚石 是的 水